8月16日,范冰冰现身西安出席某代言活动,冰冰以袭黄色套裙披肩卷发亮相,席间与会者一同欣赏了带有西安特色的表演。 范劳谋的名号可谓名声在外,但是冰冰却自己老底,称今年自己对不起这个称号,复闲状态闲了大半年,于是眼下开始着手准备启动各项工作了。 今年反正是一个很懒的状态,然后很舒服地过了8个月,9个月没有拍戏的时间,所以现在必须要干活了,有点烦。 对于被怀孕的事情,范冰冰高调亲自报案,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之后,冰冰称不便再多透露。 问及美人理线,范冰冰称,其实如果不涉及自己的朋友和家人,自己不会如此。 报案了就有这个公安的介入,然后还有这个法律的一个程序,所以我现在就没办法跟大家讲太多。 那法律有法律的程序,我相信谣言跟诽谤总归是会有澄清的一个渠道,我相信法律就是唯一的一个渠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